一名来自森美兰芙蓉的男子 因为不堪一名陌生男子来电骚扰 除了向他要钱 对方还制作假照片诋毁他 说他是个骗子 曾经迷奸少妇 还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 不堪连日骚扰 世主终于报警处理 他今天在民政党雪州公共投诉局主任 林华正的协助下召开记者会 澄清这件事 世主李耀宗今年36岁 来自芙蓉 经营网卖生意 7月1号他收到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人称兄道弟 说自己认识李先生的爸爸 他还要求李先生 帮他买20令吉的电话预付卡 后来对方又说自己遇上车祸 要求200令吉救济 这一下李先生觉得不对劲 就再也没有理会他 没想到噩梦就此开始 WhatsApp我跟我说 我现在在你的家门口 他说如果15分钟你再不出来 我就会把你的家炸掉 不止这样他还一直打电话骚扰世主 还自制图片发给世主 说他迷奸别人老婆 还威胁要把照片上载到网络上 晚上10点多开始打电话 就一直打来就打来就打来 打到凌晨一点多 他就发这张照片给我 就说乱搞那些社团的老婆 迷奸人家老婆这样子 更夸张的是李先生还曾经接到电话 被告知自己在网上发布广告 悬赏1万令吉要买凶杀人 不堪这名男子莫名其妙的骚扰 也担心对方继续在网上发布 诽谤性贴文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 郑重地否认自己牵涉不到的活动 他也已经先后两次报案 并拒绝接听对方来电 NTV7综合报道